好 再來看到這是在苗栗竹南的一處 停車場的公廁 凌晨突然起火 疑似有民眾放完炮之後 把沒有燒完的煙火丟在公廁裡面 就引發了大火 整個公廁磁磚都被燒爆 而警方貨爆立刻來滅火 警消遙調查到底實際的起火原因 為何 凌晨一點多 兩部汽車開到苗栗竹南的海口停車場 車上總共大約四五名的年輕人 一下車就開始燃放鞭炮煙火 那火是煙火嗎 對對對 兩個人在玩煙火 兩台車的人 傻子也有 沒多久鞭炮煙火放完了 一群人走進公廁 隨後分別開車離去 但是半個小時之後 公廁突然冒出洶洶大火 大概半個小時門燒 然後火室才起來 我們要火光就出來了 火光出來了 派出所遠景直接帶著滅火器 重去滅火 消防車趕到時火勢已經控制 但公廁裡已經是一片焦黑 小便斗和側肩 全都被燒熔 連牆壁的磁磚都被燒到爆開 整座公廁根本無法使用 警方現在要以車追人 釐清公廁失火到底原因為何 如果真的是亂放鞭炮釀貨 造成的損失一定會求償到底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導 屈anter的損失火 Remember Will 前즘 許介紹 抵鬥 公廈 完全無盡 19 examine 19 Cyber 其實 documentation 感谢观看